大翠 你这个胆小鬼 敢问我的关卡 安得巴达巴达巴达 能够的都是我爸 好家伙 小匠子们真是千方百计想要欺负我呀 但大伙不必这么狠啊 OK 既然这样 那我一定要通过这一关 NO 龙大 你怎么可以这样 竟然占小匠子的便宜 哦 这就是这位小匠子的关卡呀 就这么些植物 龙大 我一定帮放过 一个鱼狗草 三个土豆雷 一个毒液豌豆 棉小雪 大蒜 草莓 玫瑰冬青 一个竹笋 这也太简单了 老大 你只有两个僵尸捏 炮灰和带了路障的炮灰 开局一百五的阳光 首先肯定用路障炮灰去骗三个土豆雷 然后放个小冬青在这里 这里只有一个炮灰就OK了 denn 火烤灰 老大的猪怪还真像呢 毒液豌豆伤害太高 别来 毒液豌豆伤害太高 就借助这个大蒜 去吃掉毒液豌豆 哇 去了上路啊 那还是先把这几个小东西吃了吧 这样 这个路上还能直接通过第一路 接下来继续攻击大蒜 吃了毒液豌豆 OK 现在用N个后灰去吃了鱼狗草 吃掉了 现在全部攻击第二路 这一关就顺利过了 这一关就顺利过了 这一关就顺利过了